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我们大马的那个 我们大马在哪里 应该是会认得马来西亚 找自己国家的啊 知道了 就潜移试着找马来西亚 会找的是我住的地方 就是马来西亚 小时候啊 不是学历史课本吗 是加拿的时候 老师一定会叫我们去看 你找看那个世界地图里面 有哪一个是我们的马来西亚和西马拉丛 真的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 一个人子了 我会去找 你第一点看到的是 这个地图的中间点 可是我觉得 你一定会想要找说 到底有住的地方 是在这个地图的哪一个角落 它的那个很像是个狗头这样啊 我们这一带 就很像一个繁殊啊 所以我们就很 很容易记自己的国家哦 从小到大 只要看到地图 就会自动找马来西亚了吧 我听到前两年也是讲这种话 新国家六点啊 我们从自己国家 做出发点嘛 因为我从我国家的位置来 来判断其他的房子的位置了 应该都是水果桂 还是水果桂 从小到小到小来 就很难有 就会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